每天早上都不願意起床上班 出門口似乎都趕頭趕命 想坐後吃豐富早餐? 只有一個想字 不,難道是吸引力法則? 真的總有一間雙送飯出現在我附近? 又有一間雙送飯店這麼早就開門 就是為了一大早照顧我們打工仔的位置 有雙送飯的早上就是Good Morning 留意到這區有很多寫字樓 開始有人買早餐了 六點多開始,早上買早餐 有腸粉、魚蛋、燒賣、麥皮粥都有 老闆本來是做運輸的工作 因為疫情關係要轉行做飲食業 一開始只是買小吃 後來覺得可以試試買雙送飯 開了沒多久 已經很受附近的客人歡迎 現在最忙的時間就是這裡 你看,鮮煲為客 大緊手肉 差不多12點鐘 到兩點鐘都在排隊 本身還有炆雞、炆雞、炆雞 豆腐青藍仔 甜品有兩款 清熱的海帶酒 冰凍貴的紅棗塘膠 我們最高峰當時買千五合飯 我們最好買的還有拔絲咕嚕肉 還有這個招募海蝦 這些也好買 拔絲咕嚕肉吸引眼球的地方 就是它的拉絲 看到醬汁搖斷絲連 好像欣賞一場交響樂 他們留意到附近上班的客人 有時會想吃得更健康 所以就決定做多些蔬菜類給大家選擇 蔬菜佔了十多款 因為這裡附近有很多年輕人 所以我們會選擇給多些菜款 他們選擇 他們選擇 時領菜我們也照不來 雖然成本貴 我們平時有十二、三款菜 像茄子一樣 有魚香茄子 這個蒜芯就是蒜芯炒牛肉 其實我們每一款菜 都有不同的炒法 平均每一天是賣幾百斤菜 旁邊幾位客人 有湯嗎 有燉湯嗎 有燉湯嗎 有 哇,連湯也有幾款給你選擇 難怪每天都這麼多人排隊 現在夏天這麼熱 老闆為了客人等的時間 不會太久 所以對不送的姐姐也有要求 其實我們對夾送的姐姐也有要求 要求快手 要留意到附近的姐姐 其實吃飯的時間不多 如果還要在我們排三、四個節 再走回去就沒有時間吃飯 聽起來真的快、靚、正 夏天熱、辣、辣 當然是買外賣回辦公室 享受冷氣吃 如果我在這裡上班 一定整天光顧 或者晚上買回家的家送 都還可以 晚上都有做兩順飯 不過晚上就做海鮮多些 可以 其實現在兩順飯 都是一個新文化 以前的飲食文化 習慣去茶餐廳、酒樓等地方吃 現在經過疫情之後 人們都會拿回寫字樓吃 所以我們做兩順飯 加上小食給客人多些選擇 疫情期間市道不好 很多店鋪都留意到雙送飯有市場 決定轉型賣賣雙送飯 平時大家吃雙送飯 都習慣去到門口 看看有甚麼菜才選擇 而這間店鋪做多一步 因為他們留意到有很多打工仔 想趁中午前就決定吃甚麼 所以將星期一至五會有的菜 列出出來 每個月轉一次菜單 每天一至早11時 就會聽到這間店鋪 電話和訊息不斷地響 一張一張的單 鋪滿了在廚房 就知道他們這一步沒有走錯 其實在做雙送飯之前 他們是開小食店的 我在Ada 我跟媽媽群姐和姐姐 拖了這間雙送飯 還沒做之前就有做小食店 做小食店的時候 媽媽有時也很喜歡炒菜 當時就到客人的喜愛 他們都回到後說 群姐,你煮東西很好吃 我就想 雙送飯好像挺適合群姐做 不過近年媽媽身體不好 所以現在店鋪大大小小的事 都由Ada負責 還有豆腐 還有菜心 雙送飯大家見得多了 雙送米是否比較少見 為甚麼我們會買米粉 因為當時我們都見到 其他雙送飯店 其實都沒有做這件事 而且有些女生 因為我們自己的女生 知道我們不喜歡吃飯 但是米粉會吃 因為他們覺得米粉比較輕盈 沒有飯太多 所以當時就想到炒米粉這件事 而且出來的反應其實也不錯 主要是因為炒米粉的工序比較繁複 所以我們每天只賣兩頓 就賣完織紙 他們為了想要炒米粉 他們會在電話上 預先下定我們的炒米粉 對 最想吃豬扒和雞翼 聽說這兩樣東西最好吃 鹹蛋黃炸雞爺 把鹹蛋黃落鑊炒至起沙 加上炸到脆脆的雞翼炒勻 就像天使和魔鬼結合 邪惡的鹹蛋黃 加上鮮亂多汁的雞翼 同時占據你的味蕾 我最喜歡吃這裡的肉餅 我覺得它挺好吃 而且價錢有多便宜 煎肉餅是他們的招牌菜 每塊肉餅都要人手搓到起膠 然後才可以煎 兩面都要煎到香脆 煎為之合格 雖然看到他們現在排了長浪 但其實他們開店初期 都遇到不少困難 因為始終我們這裡夾攝的位置 我們始終是後巷位 那時候真的沒有人知道 這間店的生意太差 所以我們就走了送外賣這一套 為了想多些人光顧 他們連家人都要身體力行 這位就是他們的最佳步兵 每天都要至少走四五轉 有時候太多單要出動車子 去送外賣 我們爸爸負負責送外賣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手送外賣 加上我們想想 既然爸爸有空 不如叫爸爸送外賣 我覺得雙送外賣 也不是頓飯 因為每樣的菜 都是我們有用心做的 多了客人支持 看到他們有時候 給我們一些反應 即是說我們的食物 好吃 到最後哪些東西可以再改善 其實這個交流的過程 我覺得是支撐到我繼續在這裡租 是 中式包點 是很多人上班上學的早餐首選 滿足到喜歡喝茶、吃點心的大家 我們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我們裡面都十個八個師傅 麵粉自己搓 自己壓麵 自己發酵 餡料自己切 做醬汁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我們現場也是馬上做的 而這間店 除了每天人手做不同種類的包點之外 決定賣相送飯 主打街坊生意 還要賣大包 相送飯 這裡是貨員 包括雞肉、排骨 這裡醃給雙菜飯 因為這些自設工廠的起貨 一定是每天新鮮的製作 最高峰期是差不多20號人 因為我老闆比較喜歡傳統的 人手製作 師傅很漂亮 男兒之手 最好買的是玩耳和耳鵬 我是甚麼 生意 黃花耳 這間店一直都是做街坊生意 所以筆送姐姐 對每個客人都很熱情 最重要是街坊吃得飽 因為蝦要求吃得飽 加飯就加飯 小飯就小飯 多給兩條西蘭花 好,沒問題 這個車很好人 加菜也沒問題 我們老闆很地方 多給點菜也沒問題 其實我們大量分產 食材購回來便便宜 30多元真的很划算 很多街坊都會光顧 飯盒我們也是大過 三格飯盒 多飯、多菜、多肉 30多元 街坊 第14 Shirley 海振 海 DAN 海 海 光靈 光靈 開電視,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